心浮气躁 没有办法学习 这不是老师不教啊 你接受不了啊 越是竭尽心性的这门学文 心底越是要清净 所以佛经里面这些语言文字 你靠文字的意思 你决定不会懂这些 意思在那里 意在言外 以上是德了 心为肉身大师 发门龙下 这个地方略为举出这四位大德 马鸣龙树 印度的高僧 智者永明中国的大德 全都是求生进度 都是念佛往生 肉身菩萨 发门龙像是比喻 佛教里面常常用它 龙像都有定过 龙我们没见到 像见到了 你看大象 你细心 你细心去观察它 行住 作物都在定中 他们的 要学它 我这一生 见到一个人 张家大师 确实 无论是谈话 动作都很慢 说话也很慢 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没有我们这么快 这是修养 也是教训 教我们说 我们现在步调都太快了 要慢一点 说话速度太快了 要慢几秒钟 给人感受到了稳重 类语上说 君子不重 则不威 那个位是从德上讲的 为德 降服 一般众生的 幸福其造 所以它是教学 你跟它一接触 自然 你也放缓慢 唯有在稳重当中 你才能够体会到佛法 幸福其造 没有办法 学习 这不是老师不教 你接受不了 越是 竭尽心性的 这门学问 心底 越是要清净 所以佛经 里面这些语言文字 你靠文字的意思 你决定不会懂得的 意思是这样的 意在言外 言语言文字 是个引导 意思不在这里 意思在言外 所以你要能够 体会到属于 学外之音 你才能侮辱 所以佛家常讲 上上根人 什么是上上根人呢 烦恼亲的人 上上根 心底亲近平等的人 是上上根 所以 你千万不能 轻视了 这些老阿公 阿婆 往往这些人呢 是上上根人 他有缘意 接触 他真的就 去入进去 不管入的是前世身 他真入进去 所以他真得受用 他一句佛号 其入进去了 他决定得身 平位高下不论 决定神进土 实行他的 他没有二念 念佛的时间 不必很长 三年五载 他就自在往生 他真的入进去了 你一般 种下根人 修净土 修了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我能往生 用于把握 没把握 为什么 没入尽去 天天念佛 有口无心 不相应 每一天也真念佛堂 念个千生万生 不相应 临终的时候 害怕死 这种人多 我们可我们都看到 别的人看到了 别的人看到 也不必放在心上 回过头来问问自己 我行不行 今天阿弥陀佛 我真的能生欢喜心吗 真的就想跟他走吗 真能把眼情深行世界 灵力亲情 彻底放下吗 这都是在考验我们自己 我们到底是真干还是假干 真干 真干就真能往生 这不经好啊 汇集的好 读解的好啊 引用了 193步进了 做读解的证明 又引用了这许多 西方东土 这个西方人 古印度 高僧大德 来做证明 稀有难逢 我们遇到了 语言俱足了 而问题是 善根负责 善根是真心 能理解 负责是真干 真干的秘诀 没有别的 就是放下 没有放下了 不是真干了 彻底放下了 就是真干 一切外缘 统统放下 让心里面 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叫真干 那这种人 也就是发门 弄向 要解 为 唯如是之人 使能彻底 成当 净土法门 净事学人 也得以 世俗之鉴 而疲势 进队 马鸣龙树 何等人物 智德 当年在世的时候 帝王 遵从 败为过世 智德是过世 永迷人兽是过世 帝王 自己成帝子 帝王自己成帝子 他们这些人 才真正能彻底 承担 承担 净土法门 云修 云正 这近代的学人 这些人不是之别的 学佛的 同学们 世俗之鉴 没放下了 人云一云 小看了 净土 殊不知 净土 在佛法里头 上上 惩罚 随唐大德 来做个比较 把华言 法华都比下去 华言 法华 到最后的归宿 是归净土 华言 经商 舍大愿望 道归极乐 这大家知道 为什么对华言尊重 而疲实净土 哪有这种道理 华言里面 有高等 这里都没有吗 艳阳油 不在华言 发华之下了 阿 阿 你 头 佛 好